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4号抵达深圳 开始5天的访华行程 他在5号参加巴基斯坦中国商务会议 期间称赞深圳经济发展飞速 可谓是世界的奇迹 夏巴兹一行乘专机抵达深圳 中方官员在机场迎接 夏巴兹此次访华为期5天 除了首站深圳还将到访西安和北京 在深圳夏巴兹5日出席巴基斯坦中国商务会议 两国商业领袖 企业家以及投资者参会 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 深圳只有不到3000万人口 却有望达到5000亿美元左右的GDP 发展飞速可谓是世界的奇迹 根据八方公布的信息 夏巴兹访华期间将与中方讨论 进一步深化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持续升级中巴经济走廊 扩大贸易和投资 扩大在安全 国防 能源 太空 科技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促进人文交往 以延续中巴友谊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